-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大家好 我是Solina 今天的主题呢 又是大家最喜欢的达人会客室的系列 很多人都知道我之前有做一个格套收租的物件 然后大家都对于格套这件事情呢 非常的有兴趣 然后也常常问我很多问题 所以我今天达人呢 就特别邀请到呢 之前帮我一起做格套的物件的这个工程公司的代表 李威! Hello!我是李威 很高兴来这边看到Solina的粉丝们 这一次呢就是特别邀请她来跟大家一起回复大家的问题 那其实我之前在IG上呢 有问大家说 欸对于格套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这边就收集了10个大家最常问的问题 然后我跟李威呢会一起来回答大家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不知道说到底什么是格套啊 我觉得简单的来说的话 格套的话其实就是把我们像是中古的公寓啦 或是一些10年20年上的电梯大楼 把它做成分租的套房 那分租的套房的话我们就是透过旧翻新的过程 然后把所有的水电 然后全部都是做新的 然后每个单位它会有独立的卫浴设备 然后厨具 还有可能自己的量桃 那这个就是跟大家说的格套 基本上呢就是把比较大的空间 然后把它分割成一些小的单位 在出租给需要的人 现在就是大家可能都有意识到说 合法格套跟非法格套的这个差别 大概是怎么样 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合法格套的话 我们是依照政府单位 比如说是公务局或者是建管处 对 我们依照合法的流程申请 它会有一些比如说 载重 对啊载重 然后电膏 对 采光或者是照 都要通过建筑法规 对 你想像一下有些旧公寓或华夏 已经很老了二三四年 如果我们没有做合法 随便给人家乱增加墙啊或厕所的话 其实是某种程度对建筑其实是有损伤的 现在做合法的话它会变成什么 就是依照法规 我们做的东西都是符合建筑法 或者相关的电能 电工法 做合法的流程种 然后所以我们的包图工作 就会有一个合法的套法 就是也要把这些资料啊 送给就是政府单位去审核 那如果你通过的话呢 就是政府认可的格套这样子 它也会发一个那个就是 竣工的合格证 对对对 我的就有 对对对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 华夏还有电梯大楼 现在是可以做的吗 华夏可以 然后电梯大楼的话 像新城屋的话 新城屋的话 就不行吧 对对 因为新城屋有一个公寓大厦 管理自治条例 哦 它是凝驾于政府的法规上面 可是华夏通常也会有啊 哦不一定 有些老的事 它是没有官网会的 哦真的啊 所以官网会是个重要的条件 如果官网会也明定说 你不能做套房的话 那就不行做 即使我们走政府的流程 法规也不行 嗯都可以 因为我原本就知道有这个规定 但是我不知道有一些 谎夏是没有 对 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 有电梯的一些公寓呢 通常都还是会有公寓会的存在 所以通常那种物件 我们不会看 所以其实是有可能 这个也要去确认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我们直接去过管理员 有没有官网的条例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以有管理员 不代表有公寓会的 没错没错 okok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 想要问说 啊这个真的超多 隔套的成本预算怎么抓 然后还要准备多少资金 基本上呢 我们做隔套就要成为哪一样 我们是做入买入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 就跟你买房子一样 我们一定会有一成或两成的特期款 对对对对 第一期款第二期款 那再来就是装潢的资金 那装潢资金也要看你隔成几间 对 对对隔成几间来装 资金的部分的话 装潢的成本约莫在 四十 单间的话比较不准 如果说整间的话 能四十左右 一间的套房 所以如果你隔成四间 就是四十乘以四 一百六 对 约莫这样 但是当然也是要看你们 找的物件的状况 再去做一些调整 因为有些物件可能很差 可能就需要花更多费用去做 对 准备多少资金 就是看你买的价格 哈哈哈哈 所以看你买的价格 对然后通常你就是抓个两成的投资款 通常一般的条件大概就是带八成这样 对 甚至现在有一些银行是有带到九成 对但是就是要看个人条件 对 对没错 还有你找到的银行的窗口 给你的房案 对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之前我有跟大家分享说 就是这可以用所谓的集资 募资的方式 有人问说 那要用谁的名义买 然后如果便宜就会 基本上 其实也真的蛮建议大家要合资 因为投入房地产市场 其实它最大的门槛 会是在资金 对在资金 像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四个人 对 四个人然后大家一起合资 然后投入房地产市场 哦我知道 最一个也是自己的 对对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 它其实最大的门槛 资金这个东西 其实是很好跨越的 就大家用一些合资的方法 对那我们合资的方式的话 就像陈姨姐刚刚讲的 就是要谁来当登记人 那其实很简单就是 我们可以考量哪一个登记人 未来二到三年 他是不会买房子的 对那这个他可以做悠闲 对 那再来也要看他的条件 他条件会符合他买一个房子 对 我觉得这里讲的条件应该就是说 因为银行其实很喜欢 工作稳定的人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在公家单位 或是说你是在上市上规的公司 他们就可以优先回抗 年薪百万以上可能又更好一点 对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银行里面有一个东西 叫做事实 事实的条件非常好 对 医师 律师 坏机师 老师 没错 所以如果你们的募资的对象里面 有这样子条件的人 他可以优先当登记人 那如果真的大家条件都差不多的话呢 那就是发起的人当登记人吧 如何避免纠纷的话 就是你合约啊 然后一些东西要移好 对 基本上的话 大家一起合资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大家想说我们买房子 是不是要有一个人来做银行的贷款 做登记人 对 所以像我们四个人 看来四个人 所以我们一直就是说 我们有四个人都可以用这件事情 我买了第一间以后 那第二个人是不是也是空的 对 这个是合资一个很大的优势 对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 其实合资就是 有点像是大家一起做投资啦 或者是一起开公司的概念 所以我们会签好一个合伙契约 合约这东西就是 写得越清楚越仔细 大家越不会有纠纷 这边简单跟大家做分享是 有什么是我们必须该写的 那比如说 我们未来的租金 谁来负责做账呢 或者是说 什么时候房子到多少钱要卖 对 就是把相关的写得清清楚楚 用合伙契约的房子 合伙契约在民房里面是有保障的 嗯 那你刚有提到说 就是这个人呢 他最好是接下来两三年不要买房子 这样子的原因是什么 房地产是一个某种程度的 这个杠杆 那我们除了一层 或者是两层的投机款 因为我们买了一个一千万的房子 其实我们只要 拿一百万或两百万出来就可以买了 嗯 但是对银行来讲的话 他其实是借了你八百万 对 那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薪资 不同的收入 银行认定你 可以承担的贷款 是有限制的 对 当你已经买了一间房 除非说你的年薪可能是 一百五或者是两百 但是更多 那你可能买一间两间 第三间可能都还不是问题 因为银行会有一个收支笔的关系 他们有一个算法 对 只是说如果你在买这样的房子 的两年内有计划要再买房子住的话 可能你第二间房子的条件就不会那么好 是因为这样吗 对主要是贷款成熟的问题 因为银行会有一个收支笔 跟大家分享简单就是 银行认定是 月收入的七成 是你可以负担的房贷 嗯 这边值的房贷的话 会是本地款的部分 对比如说你这些房子可能 你可能月薪五万 然后看是分三十一次 对 如果月薪五万的话 可能就是用七成 一直就是说 他可能最多他就觉得 你可以付得起三万五的房贷 哦 原来是这样算 OK 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问说 现在每个县市都适合做国套 哦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耶 我们之前有一个学员就觉得说 哇 那这样子的话 租金租这么好 现在又这么好租 那我平常老家有一个房子 在潮州 那我也要把它盖成隔套 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说 嗯 今班没套 不管是套房还是租赁相关的 其实有个最重要的东西 并不是房价 嗯 其实最重要的东西 会是在人口的支撑 还有就是市场去 对 市场去 像新北啊 台北这些大都会区 就很适合做这个 因为大部分租的人 可能都是从外地来的 对 外地上的台北工作 还有很强的支撑性 对 对 靠出的都会区 比如说台中也还可以 台中也还OK 那但是高雄 又比较不建议 哦 为什么高雄不是也有人口 对 但是其实相对于高雄是比较广的 那在来的高雄其实当地有很多的电梯大楼 旧的华夏很多 哦 都还是空的 对 都是空的 所以说你做这个东西的话 你用旧公寓做 可能你比不过电梯的小套房 我听过有在做的应该就是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 跟台中 对 对 没错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适合做 还是要先评估一下市场的需求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就是最多人关心 就是现行法规对格靠的规范 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解套 现行的法规其实在套房要求上是非常严格的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完成政府要求的东西 我们做出的合法套房是非常有价值的 那它的法规主要是依照建筑法规 去做相关的检讨 对 那第一个它会非常安全 刚才陈琳娜提到有个解套 应该是想问 那个楼下的同意书 对 因为其实之前在今年提出的时候 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新北市在今年1月开始 就是是规定说 如果您的房子呢 不论是隔套还是自主都要对不对 对 你只要新增一间厕所 或说你的厕所要改位子 你都必须拿到楼下的同意书 对 那这件事情其实在隔套的市场上呢 就会有蛮大的冲击啦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欸那这样隔套是不是很难做 因为你可能要拿到楼下同意书 会变得比较难 对 那我们现在在食物上的做法怎么样 基本上它这个东西 楼下同意书 还是在顾需求的 对 还是要的 但是在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会跟我们的学员讲 最好是我们可能在买的时候 我们就去了解 跟楼下去做洽谈 OK 做沟通的部分 因为我们食物上 大家都还是有拿到 对 只是 变成大家可能一开始就很恐惧 对 连买都不敢买 对 这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 实际上讲的是 新北市 对 那台北市的话 法律院也不大一样 它是新增一间厕所 是不用我一下同意的 真的喔 是的 所以它是怎么样 两斤以上 对 不然如果本来只有一间的话 那我新增一间是不用的 所以说 那如果我有两间的话 新增一间 变成三间的话 要吗 不用 没错 所以就变成是 如果你新增一间 就不用了 可是你新增两间 就有了 对 无论你现有的厕所有几间 对 对 那它这个厕所的部分的话 是要看原始的使用这种图 但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你可以去看楼下或楼上 那几间厕所 OK 或是用掉那种时候 至少多一点可以 对 OK 再来就是要问说 适合格套的物件的条件 是怎么样 最容易就是 就是三面采光 对 就是边间 边间三面采光 这是最好格的 都一定格的出来 有一些譬如说像 店铺型的 只有前后采光 这可不可以做套房 其实也可以 但是你的采光面要够大 或者是采光面小的话 那它可能就会有 你的开口 比如说你进去是在前面进去的 或是在中间进去 它也能够格的不一样 然后这边的话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套房前称就是收住屋 它不一定是只有套房这样子 也可能是一房一厅啊 或者是两房一厅 对 这些都是可以做成收住屋的部分 对对 不会只局限于套房 最重要是看我们整个物件的投资购守率 对 所以其实如果你今天找到的这个物件呢 它的采光面比较小 那有些人就会担心说 诶那如果我隔成比如说三四间 那我中间是不是就变暗房了 那有些人就是为了要改善这个状况 所以他们可能会变成做两个 两方一厅一围的 就是刚刚你以为说 不一定是一定要做成小套房 就是看你的物件的条件去做调整 对 没错没错 接下来要问的就是 银行贷款条件的部分 这个好像刚刚有聊到诶 以为你这边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补充一下是 买入套房在改的 它的买年条件其实跟制度的差不多 对 因为大家 如果要投入房地产这个地方的话 那合资会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而且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年轻人 没有这么多的钱 就像我以前也是 从朋友合资开始 然后一路一路跟着房地产增值 然后慢慢的开始有一些资产 这个部分的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大概条件其实 它认定的很简单 就是你有正常工作 然后正常的收入新转 它才能认定你说 你是有这样子的还管能力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对 这个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你千万不要欠卡费 要不然你的信用会变很差 你在贷款的时候 条件就会变很惨 对 这在连证的时候 大口很大 对 非常大口很大 连证或者是持角 我们甚至有碰过那种持角到它忘记了 对 因为连太多有那种持角的坏奇怪 对 这个都是不行的 因为对银行来讲的话 它怎么认定你是有好的条件 它可以给好的利率 就是说三十年的房贷 或者是给你更多的宽限期 这个也是一个认定的部分 有没有贷款 如果你有信贷的话 它等于说 会把你的收入 你可以支撑的收入 它会打折了 所以你贷款就会变差 再来就是信用卡 对 因为要讲信用卡的卡需 你有没有持角 对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说的 为什么一个人 最好是两三年都不要买房子 因为它也会占掉你的收视比 对 对于它的奖金已经有个负债了 所以就是名下不要有房子 或者是土地 而且名下不要有房子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 它可以用首购对不对 对 没错 就是首购利率 算是最低的 对 而且现在 新年安息成家 对啊 但是它先决条件是 你名下不能有房 对 买过然后卖掉 这样还是算 就是你的名下不能有房 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些人以为 我第一次才算 对 但其实不是 是如果你名下买过 但你卖了 你这样还是可以用首购 对啊 沈亿娘现在也是房地产 哈哈哈 然后之前还有人问说 就是能不能去买那种隔号的 对 那这里如果是以 银行贷款条件来说 是比较差 没错 如果是我们已经去买 隔号的 有些可能是 只会贷款五成 对很低哦 或者是六成 买隔号的会有这个状况 所以你拿出来现金 对 所以这里就变成是说 如果你今天资金 比较不充裕的话 那买这种 就会比较吃力一点 好那接下来要问的就是说 出租房要如何订价 就是他现在已经做好了 那他要怎么去订说 诶我这间房子大概租多少 才合理 不过其实很多房东 都一定要追求一个最高点吗 会很两级耶 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 啊怎么可以租这么高 他觉得我租太高 我会租不出去 就很多巴拉巴拉巴拉的东西 基本上因为我们自己有管理公司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Database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学员 这部分的话也跟大家分享一个 最简单的工具就是 591 如果我们买的是中国的工具 就是把它隔成淘宝 那我们做得很漂亮 那所以我们一旦会觉得 我们可以租个好凡价钱 在森林大一样 但是怎么订到说 我们可以租到多少钱呢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一样是大概591 然后看一下花夏 或者是其他人的电梯 如果说这里的电梯一个小套房 真的小套房 它都租1万9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管坐得多呢 都不可能超过1万9 不可能会到1万9 对 因为你就是要走楼梯的公寓 对 可能就是1万6 有可能喔 但是到2万块 基本上不但很 我们可以坐电梯 我也不要跑楼梯 对 没错 我自己的物件 是给富品的带租带管 他们有一个部门的带租带管 然后之前在出租的时候 他们就会跟我讲说 这一区的行情是在哪里啊 什么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也是希望可以租到很高嘛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他们带租带管的小姐呢 她就有跟我讲说 欸 其实在这附近的那个电梯大楼 已经大概到多少了 你就都可以大概知道 你的租金的贴方法在哪里 但其实你还是你里面要做得很漂亮 对 要不然其实人家还是会觉得 你的房子产这样子 你要做到这个价钱 就是大家都不会租 所以 重点还是你投入了多少心思 跟你的钱在你的套房 对 某种程度也是要做好功课 对 591就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就是做一下市场的行情的调查 对 还有你的地点的区域啊 这个也会蛮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都学 你住在屏洞的厂州 他花了庄房的钱 可能就比他的房价 对很多 对啊 那接下来就是问说 是否建议设计师帮忙规划空间呢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回答欸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很建议啊 虽然我学过各套搜索 大概会知道说 欸这个可以规划到几件 可是毕竟 我们自己还不是专业的设计师 所以我当时是有请 副品来帮我丈量 然后他们会出图 然后有时候呢 你看那个图就可以跟他们讨论说 欸这个格局可能可以怎样调更好 或者说 欸这个是不是可以大一点 或是可以把每一间套房呢 把它发挥到最大的品销 那我觉得这个 你不是专业的 你是没办法做的啦 所以我觉得这一定要有设计师 来帮你规划 陈琳娜讲了一个最重要的点 就是做套房跟住家 最大的差异就是这品销 对啊 因为我们每一品都是经过数字去计算 你知道有多少的投报率 那我们的品销 等于多少的房租 对那这个品销非常重要 最好是要找有做套房经验的设计师 而且我们现在又是做合法的套房 这个会有很大的重点是 如果我们前面setting的不对 对 我们甚至有可能会拿不到 合法的捐工的合格证 没错 其实我们实际上有遇过 从一些业主转来给我们做 那他本来是给设计师规划 那设计师会不会画图会 他甚至是读专业客戚的 但是他画的没有这么的到位 我指的到位 可能就是像沈琳娜讲的 比较的部分 因为住家设计师他们着重的是 住家可能每个成员这个空间区域的 对 他们这个是很强 但是他对于细部的小屏教的部分 就差了一些 对 那这个套房还有一个是管线的品质 那种要让管线是最顺的 最顺的 然后是最少入境的 这个也是一个规划的重点 对 没错 还有就是房子 比如说你的那个床要摆哪 会 这个我们实物上也有遇过 对 这里也差很多 因为有一些老一辈的 比如爸爸妈妈 他们在做套房 你会觉得 你这种水 头最伤的 很常会这样做 有没有专业能力就会插在这边 我们做设计的 其实我们不会做水电 我们也不会做你做 我不会做那种 但是我们是有整个能力的 对对对 因为他们除了设计之外 他们还有自己的公伴 我刚才有提到他们还有带主管 所以他们等于是一条龙屋 就是从帮你设计到最后出租 都是可以帮你做到的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他们的客户之力 对 好 那接下来就是要问说 如果我遇到邻居检局的话 该怎么办 其实大家都会想说 套房我们会跟邻居检局 好像这样很麻烦 我们做合法套房 其实就不用担心邻居检局 其实在事工中的时候 有些邻居会说 你做套房检局 但是因为我们是有跟政府生气的 他会有个前端施工的许可 那那个许可是经过政府认可的 那他如果检局的话 没关系就让公务局的来线看 他看到你是有做申请 他会有相关的文号 他就回复给检局人 跟检局人说 他是有做相关的申请 那我们做完以后 那也不用担心说 不只邻居检局啦 我们事务上有碰过其他的朋友 他的套房以前不是做合法的 那结果被访客他们勒索 对有时候访客也会解释 对对 这就会很麻烦 那我们做成合法套房的话 就不会有那些事情 没错 所以这就是合法跟不合法的差别 那其实我自己个人 也是请妇品帮我做合法的嘛 但是前阵子也是遇到这种检局的状况 对但是那种处理的方式 我也是一样就是跟妇品说 因为公务局会来线看嘛 那因为我真的就是做合法 所以我是符合法规的 那他们就只是因为 他们还是必须要处理这样子的检局 所以他们还是必须在看 那看完之后发现就是符合法规 那他们也不会对你怎么样 所以你自己也会没事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做非法的 那你就真的完蛋了 因为你可能就要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严重的话就是被爆拆了不对 对 没错没错 所以现在政府对这一块 好像也变得越来越严格 但是这里可能会有人想问说 合法跟不合法的成本差别 我讲一个最简单 建筑师的费用 对 因为这个东西要走合法流程 它会有建筑师然后结果祭司 相反祭司都要做签证 而且主要是他们签证的费用 月末大概十几万左右 OK 这个是必须付出的签证费用 不是事工单位转 对 建筑师 然后还有我刚刚讲的各个祭司 他们的签证费用 那如果是做合法的各套 你猜用料跟选东西的材质什么的 也会有一些隐形的成本在里面吗 是不是还好 坦白讲会有多一点点 但是实务上其实还好 合法跟非法它最大的分界 只是有没有通过政府申请 实际一点它不能算非法 它是违规使用 因为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程序 它是违规使用 那中间的话材质的部分 确实做合法会有些要求 一些保护材质啦 对 那来的材料等等 所以其实你只要多花个成本 可能大概二三十万 你就可以换一个安心收租的收租房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李维来跟我 一起呢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在下一集呢 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个真实 跟好套房的物件 也就是复品最新的作品吧 对 最新的物件 ok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对格套都很有兴趣 所以我会把他们的联络方式呢 放在下面 然后他们现在有提供免费的 一对一的咨询的服务 所以如果你对格套真的非常有兴趣 你也想要开始当包租公包租婆的话呢 欢迎在下方的资讯欄找到他们的连结 然后跟他们做询问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李维 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呢 欢迎帮我按赞分享订阅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啰 拜拜